对不起 我们30万订阅了 对不起我们一直都没有回答大家的留言 对不起我们这次也没有准备什么Q&A 所以呢 这一次呢我们想要来回答很多 大家的留言的问题 还有对不起 我每次在留言笔下呢都只点爱心 那对不起 这次你们会看到我们 真正回复留言的表情 这次也关于投资理财与自我成长频道 如果你希望每周只花10分钟 就能提升竞争力的话 欢迎订阅哦 那我就开始了 我们这次呢 其实收集了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大家在我们频道底下留言 那大家应该有发现 就是我其实没有回复留言的习惯 但是呢你们所有的留言呢 我都会 只要有看过呢 我就会点一个爱心 然后来确定我看过 那如果说我们觉得很不错的问题呢 我们就会把它收集起来 变成我们的未来的脚本 然后拍成影片呢 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甚至呢也会把它变成了Q&A 然后放在片尾的地方来帮助大家来解答 但是呢有非常非常多的留言呢 我们还是没有机会回答 那在这里呢就一次呢回复给大家 然后这一集呢就是我们的制作人呢收集了非常多 他觉得很不错的留言给我来看 那我其实还不知道他收集了哪些留言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留言的部分 然后我就直接来回复给大家 然后希望如果你的留言重选的话呢 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回馈给我 告诉我你是谁 那我们就开始啰 希望蕾咪讲话能快一点 那你可以两倍数看 希望博主蕾咪的语速能稍微慢一点 谢谢 到底是想怎样 一个叫我快一点 一个叫我慢一点 那你可以用0.75倍数 看我的影片 满鸟的边讲边看笔电讲稿 没错我现在正看着笔电讲稿 我没有想要改变对不起 花这么多钱吃胖 为什么还要减肥呢 有道理耶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浪费钱 所以我们不减了 好直接放弃 喜欢这集的蕾咪以前会觉得比较有距离感 今天的OS很多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就是 其实并不是因为我改变了 是剪辑师改变了 剪辑师以前都把我的钢话剪掉 后来剪辑师不剪掉那些钢话之后 大家就觉得我改变了 定存才是保命的不恶法免 钱如果这么好赚 哪来的穷人别害人了 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帮助这个人 那你就定存吧 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方式 请问蕾咪几岁呢 蕾咪几岁呢 就是我的年纪每一年都会改变 每一年会增加一岁 所以你可以上维基百科去查 就是我上面会有我的出生年份 那你就知道 我每一年几岁 现在全球都在修正股市 有没有摸着良心 帮这些公司卖产品 都这么大的人呢 怎么可以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 投资就是要为自己负责 所有网路上的资讯 包含我的资讯 就是你要去看影片上的时间点 然后还有资讯的正确的时间点 然后来决定你的买进跟卖出的时间点 然后为自己的投资全权的负责 设定好庭力评损点 然后进场跟出场的时间点 那全球在修正股市 你现在知道非常的好 那你就知道说 等到股市修正了之后 再入场就好了 不是吗 请问主讲小姐 新贵骨汉博科技有人叫我买 谢谢你 关我什么事 你好博主 我看了你发布的视频非常好 邀请你商务合作 有兴趣的话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奇怪不会去看简介吗 简介有联系方式啊 降低得失心的影片 就是他说爷爷从此怎么样 你笑得好可爱 那支影片我原本想要讲 那个什么爷爷就是从此 一蹶不振交不到女朋友 那后来想想不对 逻辑不对 对 如果爷爷交不到女朋友 没有奶奶 就没有孙子 就没有那个故事了 所以后来就 B就结束那个故事这样 然后视野线越来越深了 因为我真的变胖了嘛 暴肥20公斤 所以我就从F照碑 胖到G照碑 然后现在正在努力的售回来 希望可以再售回一个照碑这样 诈骗 讲完之后我就很生气 大家如果看到很多那什么 FB广告的IG 然后如果你们现在看到所有的 雷咪的话你们都要小心 就是除了我们YouTube底下的 资讯卡连到的社群媒体 是我自己经营的社群媒体以外呢 其他很有可能都是盗版的 请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一大早看到雷咪上堆经机遇的频道 去看了雷咪2011、2012当时的部落格 发现文章会加些文字表情 那时候的表达有另类的体会和可爱 那时候还是 梅啊 我不知道耶 那时候还在念硕士啊 那时候也是个梅啊 想当年啊 你好请问如果我有股息收入约210万 老婆上班36万 补养一子和一个父母 大概要缴多少税 感谢你的回复 等一下你自己去国税局查税不就知道了 我又不是国税局 NFT就是个骗局你还在这里叫大家买 我这边写说五个便宜买NFT的方法 但是你不一定要买啊就是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如果你要加入这个游戏那你要至少成为在这个游戏里面聪明的人 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不要加入新科技的发展 我看你讲的挺像NFT 那个人很幽默耶 他真的知道什么是NFT吗 别人的女儿真好吃 你也是在诈骗吗 不是 但是我被盗用图片还被下广告 所以大家防范一下 如果有看到任何的话记得检举 雷咪咪有觉得MURA胖胖的很可爱吗 之前跟MURA合作了一集 我觉得胖胖的东西都很可爱 女生做直播什么的其实比男生好赚 真的这是真的 因为那个男生喜欢看女生 女生喜欢看女生 没有人要看男生 所以大部分女生做网路的事业通常都是比男生好赚 我很糟糕眼睛几乎都离不开扣子缝 这个事情我就是真的要讲了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故意的 我们胸部就是会把衬衫的扣子撑开 然后每次呢我都要买那个双面胶把它粘起来 然后呢他还是会把它撑开 所以我从小就学会了一个技能 就是我非常会缝扣子 我之前去时间大学学服装设计 我的手缝还得到满分 就是直接100分 因为老师说我手缝技巧很好 因为我从国中就开始缝扣子 好这不是重点 因为我常常扣扣子会爆开 然后我就要再把它缝回去 所以下次我会把它粘更好一点 连做都没有做 就在炒地皮炒房价乍气乍气 等一下这个影片是我在动软的影片 等一下他是不是留错言啦 而且我没有炒地皮啊 炒地皮要很有钱耶 我也很想有这个钱可以炒 但是我没有那个钱 我也没有办法炒房价 炒房价是我办得到的事情吗 你有我有这个能力吗 炒地皮炒房价是建商政府 这样不行好像会得罪很多人 反正不是我们这些平民小百姓 可以做到的事情啦 说实话 就是炒地皮炒房价这种东西都是 一群的建商一起炒 或者是那群人寿公司一起炒 才有办法整个拱起来的东西 像我们这种平民小百姓 只能顺着这个市场的溜 然后去看这个世界的趋势 然后跟着那些趋势走 然后从里面吃到一点点肉 然后沾一点边这样子而已 老板你赚这种钱快乐吗 看看你脸上的忧愁 那种匹配的劳感 你乐在其中吗 这个是在讲 学习投资房地产 我觉得赚钱这件事情本身呢 就是你要创造价值 那如果你没有创造价值的话 其实就不会快乐 那我自己觉得我赚了大部分的钱 都是有创造价值的 所以我是蛮快乐的 不要喝饮料 一年都只喝水 保证多存很多 但我真的很喜欢喝龟姬耶 龟姬超好喝 我最喜欢喝那个红乌鲜奶 跟那个红柚翡翠了 看了你的影片好久 现在才知道你有玩英雄联盟 不知道有机会可以一起玩吗 ID 大冰山 谢谢大冰山的邀请 但是最近比较忙 比较没有玩 因为最近都在写书 之后有机会 我们再来揪团来玩 一半以上都是废话 但是你看完了 那么多人的教学 只有蕾咪的 让我真的开始听懂 也听得下去 想要听更多 谢谢蕾咪 就是有这么暖心的粉丝 下班后去赌博算兼职吗 德州扑克老虎鸡之类的 算 我觉得只要能赚到钱都算兼职 我觉得很厉害 这种人真的超厉害 比较想知道公司跟银行借钱 如何在倒闭后不用还钱 这不是问题啊 所有的公司跟银行借钱 倒闭后都不用还钱啊 但是前提是你要先开公司 然后可以跟银行借到钱 但不建议这样做啦 如果公司能赚钱的话 你能赚到钱 远远比你借来的钱更多 而且你倒闭之后 你的信用没了 你以后要跟银行往来 借钱买房什么都会很困难 现在年轻人都爱当老板 以为钱很好赚 没错 其实当老板不好赚 我自己当老板我知道 想请问中油的话 哪张卡最多回馈呢 他只是想要问我中油卡的问题 他要把我当工具人啊 你看就是经典的工具人问题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已经没有开车 凭凶的感觉 是我的憧憬 一直无法达到 真的好大想娶回家 那标准好低喔 只要有奶就可以娶回家咧 如果我娶了蕾咪 我可以把财富 全部给你管理 你确定你有比我有钱吗 不要乱讲 会出一篇 你睡衣的分享吗 不会我会被黄标 而且性感睡衣 只有我的男人可以看啊 30万订阅喔 那我退订喔 这声音那么小 找谁来听 发之前不检查一下 故意让我听不到啊 真可悲 对不起 雷咪转型成美食YouTuber 一切就解决了 我这么觉得欸 还是我们就 转型 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成为了美食YouTuber了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 其实我是蛮擅长吃的人 大家都叫我吃货雷咪 然后我非常的懂吃 请大家支持我们 有兴趣的人 想要知道我们以后 未来要吃什么的人 欢迎留言跟我们说 交个男友吧 你会有极大的动力减肥 我先排队报名男友一号 你却没领个号码牌 现在是137号 没有啦 其实都常就是因为交了男朋友 才变胖的 而且雷咪很有女人味喔 要对自己有自信 我觉得雷咪可以尝试 站起来走动 用录影片不一定都要做的说话 他是怀疑 我不会走路是不是 你是怀疑我坐轮椅是不是 要先确认我没有残缺 要这样我站起来走动 我等一下再站 我偏不站怎么样 我觉得你好勇敢 直接剖析自己内心 而且你现在这样真的很好看 比瘦的说好看 你可不可以不要加最后那一句 我会更开心 肯德基青花椒真的很好吃 我很少对食物有印象 青花椒这口味就是其中一个可恶 像现在看完这句 我又更想吃了 老神算 你现在 有点肉肉的感觉 很有福相 天生好运 会赚钱也很回生 应该会很多婆婆妈妈 想要你成为她的媳妇 我在瘦的时候 也有很多婆婆妈妈 想要我成为她们的媳妇 这是业配吧 对了 大家我们的标题 都会注明这个是FIT哪一家品牌 那就是业配 然后在资讯卡 也会注明的是商业合作影片 然后是跟哪个品牌合作 那就是业配 所以我们都会写得很清楚哦 小小自肥的建议 那个以后梗图可以时间放长一点吗 穿插在影片的名音都好好笑 但都一闪而过 要一直返回暂停 诶 简直是听到了吗 以后这个就是你们的工作了 加油 怀孕 我真的没有怀孕 我就真的是变胖了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了解 事实你的真相的话 欢迎请看我们之前拍的那集 暴肥20公斤的那集影片 谢谢大家 我之前有个坏习惯 就是我以前呢 就是不太回留言嘛 然后我以前呢 就是有时候 频道底下多多少少 会有一些酸民 然后那些酸民呢 就是会有一些酸言酸语 就是流下来 我后来呢 我发现我只要心情不好啊 比如说 比如说 跟那时候的约会对象 或男朋友吵架啊 或者是 跟朋友吵架啊 或者是跟父母 闹矛盾啊 家里生活 发生什么任何的不顺啊 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我就会挑几个酸民来骂 然后我的心情 就会得到疗愈 然后我就后来发现 我就是好像 就会比较指挥酸民的留言 可能有些酸民就会觉得说 欸 他们好像当酸民 我比较会回复 但是呢 其实我的内心呢 是比较喜欢正面的留言的 因为那些很好的留言呢 就是鼓励的留言呢 都会给我很多很多的正能量 然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呢 就是从一开始呢 到现在 就是从我们 从零到三十万订阅 这段时间以来 所有 在我们频道底下留言的 所有的观众们 虽然我们没办法 每个留言都一一回复你们 但是呢 每一个留言我们都有看 而且呢 重复出现的留言跟问题呢 我们都会很用心的把它记录下来 变成我们的脚本跟企划 然后也希望可以变成 很棒很棒的主题 所以你们有任何的想法跟idea呢 也欢迎你们随时回馈给我们 因为你们的任何一个留言 不管是什么ABCD 英文字母 或者是你们自己的经验分享 都会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动力 也会给我们的团队非常非常大的动力 让我们更有能量呢 可以继续制作更多有趣的企划 还有更多的教学影片 让团队呢 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内容 其实我们在快要30万订阅以前呢 我们中间我们的团队一度呢 有点遇到了瓶颈 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走下去 我们甚至开始觉得 我们是不是要停止更新啦 就是可能要暂停一下 因为我们见不到大家 因为流量到后来 有时候甚至会变成一个数字 然后订阅也会变成一个数字 但是当我们有时候在路上 遇到我们活生生的一个人的时候 当他们回馈告诉我们说 因为我们的频道 他改变了他的理财的习惯 甚至改变了他的生活 然后这件事情 我们才开始能够 为我们的团队带来了成就感 然后也重新帮助我们 去稳定我们的脚步 然后持续再做出更多更好的内容 然后也因此呢 我们也做了几样的调整 第一个就是我们 开始让团队的成员呢 就是有去做不一样的进修跟充电 包括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学学摄影 学学绘画 或者是去做运动 然后就是去尝试一下不同的东西 因为我后来发现 创作到一个程度呢 其实很容易遇到瓶颈 会被消耗的 那如果去尝试不同的充电的话 反而会对这个创作的本身会有帮助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开始跟不同的更多的创作者合作 因为有时候专注在做同一类型的内容呢 其实到后来呢 会少了很多的火花 那其实跟不同的创作者合作呢 其实就会产生新的有趣的创意 所以你们之后呢 可能会继续持续的看到 我们跟不同的创作者合作 那第三个呢就是 我们可能会未来 会再想出一些有趣的计划 然后也许会是一些新的尝试 可能成功 可能失败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包容我们 然后多给我们一点鼓励 接下来的日子里呢 我想要让大家更认识真正的我 然后不只是在教学的我很严肃的样子 而是我平常真正的样子 然后让大家平常看到我的时候 就觉得说 原来蕾咪就是这样子的人啊 最后呢 我想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你印象中的蕾咪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欢迎你随意回答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内容 有任何问题 欢迎留言跟我说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我们下次见 拜拜